今年3月人大修憲 是習近平個人權力盛極而衰的一個節點 這件事本身就相當的詭異 因為直到2月26號 才公佈中共中央關於修憲的建議 這個時候離全國人大召開只有8天了 到了3月11號全國人大通過了修憲 前後總共不到半個月 明顯是先斬後奏 霸王應上弓 連事先的所謂輿論先行 民意鋪墊姿態都沒有做一點 後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有個講話 他就說其實在去年9月 中央就提出了修憲的建議 並且交給一些基層做調研 得到了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的一致擁護 這顯然是個謊言 因為你在今年2月26號之前 在任何媒體上 國內的官方媒體上 互聯網上以及海外的媒體上 都沒有半點兒談到 中共要修憲的這麼一個消息 這顯然是事後的一種編造 那這個過程本身進行了如此詭異 本身就說明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呢 82年憲法對領導人的任期 這個明確的規定的限制 這可以說是中共當局經過文革浩劫之後的痛定思痛 是改革開放這麼幾十年來 幾乎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僅有的一個進步 對中共體制而言可以說是具有某種化時代的意義 因此你現在否定了這一條 那它本身就是一個明顯的一個倒退的信號 所以這件事情在這個在國內在海外 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 當然過去習近平上台以來 這個通過所謂選擇性的反腐敗 清除意義 強化個人權利 本來以及這個壓制民間這個民間壓制意義 這個打壓維權運動 維權律師等等 這些本來就給自己樹立了很多的敵人 可是在過去那反對者 當然主要是黨內體制內的反對者 因為體制外的這些民間力量 是被壓得非常嚴厲 那體制內的反對者 它就有一個失出無名的問題 畢竟習近平佔生個人權利 是以反腐敗的民意進行的 現在你要反對他 給人感覺好像是你要反對反腐敗 那總顯得名不正言不順 所以理不知氣不壯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習近平一修改憲法 把原來的這種任期限制給取消掉了 顯然是則在走回頭路 因此這就給反腐敗了一面冠冕堂皇的氣質 他們就可以在保衛改革開放成果的這個名義之下 反對個人崇拜的這個名義之下 對習近平提出批評 所以我們在今年就看到了 包括從5月4號 梵立琴在北京大學貼出的大字報 包括許章仁教授發表的長篇的文章 法外的改革開放 也包括這個董搖窮 董搖窮潑末這些事件 那都是一些信號 表明了各方面 已經對習近平這種倒行逆事 就覺得忍無可忍 發出了這種抗議的聲音 另外這件事在國際上已經非常大 因為在過去的國際社會 包括在美國政界學界 都一直有人認為 中共總是在慢慢地走向自由民主 或者即便認為中共沒有走向自由民主 這麼一個趨勢 但是至少它也是一種 所謂軟性的柔性的威權 不至於像毛時代那樣子 搞這種剛性的極權統治 可是習近平修憲這件事情 那就一舉粉碎了所有的 關於它的種種的幻想 這麼一來 那你想在美國 過去的所謂擁抱熊貓 熊貓這一派 那就完全啞口無言 所以整個朝野兩黨 都大轉 集體轉向 這就使得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也是有一種歷史意義的 這麼一種轉變